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路营兵被太平天国军队打成了两块废缠 于是以湘军为代表的地方永营登上历史舞台 为大清又续命了50年 永营制度 早在雍正乾隆时期就已经有了永营这个军种 当时他的名字不叫永营而是叫湘永 湘永是一种临时召集辅助正规军作战的武装力量 一般为战时招募势必解散 咸丰年间清朝在生死存亡之秋 清廷御令各省举办团练助角 曾国藩在原湘永基础上创建营制 编列了一支有独特制度的军队 湘永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湘军 扭转了清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事 除湘军外还有李鸿章的淮军 左中堂的楚军 以及各地仿照湘军营制编列的军队 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是一种与陆营制度 根本不同的新型军队 他采取野战军体制 不同于陆营的分区固定驻守 后续创设水师 军制与陆时相仿 湘军储军淮军在兵役制度方面 则由穆兵制取代了八旗陆营的 世袭征兵制 湘军率权力非常大 可以说是即管理指挥财务大权于一身 具体说 兵必自招 将必自选 训练指挥自主 梁木心想自愁 梅营只服从营官一人 梅军只服从统将一人 营军彼此独立 互不同属 都只服从曾国藩 兵部无权管辖 湘军制度之盛行 成为清朝兵制的一大变革 从此 兵为将有 中央兵权已于将帅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 湘军在鼎盛时期兵力达三十多万人 清廷不放心掌握永营的地方军事力量 便大量裁撤军队人数 同时考虑到一批都府 提振持不同意见 仍保留了一部分 将其列入正式编制 称为流防永营 简称防军 其中 湘军水师流防后 改为长江水师 李鸿章的淮军 在镇压碾军后 裁撤剩余的大部分 流防于直立山东奉天 另一部分 转入李鸿章新建的北洋海军 与此同时 清政府仿照香军编制建立炼军 从京师齐营中挑选京壮万人组成京师神机营 在铸房齐营中筹组铸房齐营炼军 同时在陆营中组建炼军 晚清炼军制度的实质和核心 是用香怀勇营办法来改造陆营兵论模式 从编制看 以营为基本建制单位 五百人为营 营侠四少 少侠八队 分为营官少官十长率领 从两营至数十营设统领 自同志至光绪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 防军与炼军成为清朝的主要武装力量 1895年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 清朝统治者感受到了旧式军队的落后 防军练军的大刀长矛 在洋枪火爆面前潰晤成军 同时随着北洋水师的毁灭 清朝着手组建新式陆军 清军在甲午惨败后 清朝统治者感受到了旧式军队的落后 决定进行军事制度改革 在中央设练兵处 在各省设都练公所 并计划在全国 编练新军三十六阵 以北洋新军作为中央军 以各省新军为地方军 将原有的防军 炼军和其他旧军 太若留强 一律改为巡防营 新军编制 采用德日近代陆军模式 作战单位分为 镇 斜 标 营 队 排 腾 七级 相当于师女团营连排班 兵种分为布马炮工程资重物类 每阵官兵约一万两千人 设统治率领 作战时以二至四阵河边成军 由总统或军统率领 各兵种协作配合 极大的提高了整体实战能力 新军的中下级军官 多为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承认 挤兵方式采用木兵制 在体格 嗜好及文化程度上 有严格规定 最为突出新军 为袁世凯小战组建的北洋军 和梁广总督张之洞 在南京边链的自强军 军聘请外籍教官训练 最多的是日本和德国的教官 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军 是清末最为强大的一股武装力量 武器装备 全部采用洋枪洋炮 在结构制度等方面 基本都仿照当时德国军队的编制 北洋军起初只有几千人 随着不断扩编 在1905年时 已经发展到六个镇 合计共七万多人 而到了1911年时 北洋军已拥有14个镇 18个混成鞋 4个标 一个禁卫军 是清朝最强的军事力量 滑稽的是 就是这股力量 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随着清朝覆灭 北洋军便开始军阀内乱的时代 至此 清朝军队制度 就此讲完 感谢各位小伙伴观看 我们下期见